大家好 我是富航 很多观众都说我是猴 这个其实挺好的 但是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 因为其他的脱口秀演员 一提起来 都是什么学历高 文本好 观众都说我通人性 平台也玩梗 别人都是什么情感类 搞笑类 颜值类 我是领掌类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酷的 但是有一些真正的困扰 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现在传的越来越邪恶 开始传我曾经咬过观众 我这个有点过分了 以前我演出的确有点疯狂 就是演出的时候老是动不动 你 我演过敬老院专场 那时候我说大爷一看你身体就非常的好 我要热场吗 大爷看着我 我说大爷我带点声 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 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 看完我的演出把我的快乐带走 好不好 大爷说我走了给你带走 全场非常凉 演完之后只有一个大爷支持我 我过去问他 我说大爷 是因为我不好笑吗 大爷说首先是 其次啊 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 有很多不开心的事 我每天看着我每一个子女 手里拿着每一份遗嘱在打官司 我说每一份遗嘱 遗嘱不应该只有一份 他说小伙子你不懂 到我这个年纪 谁对我好 我随时给谁立一个 你好好演 我喜欢你的激情 看你演出比重地都累 你从小就这么有劲吗 不是 朋友们 小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内敛 非常的害羞 那个时候我英文有点天赋 有一次考了全班第一 所有同学都说我是抄的 我根本不管他们怎么看我 埋头苦学了一个月 考了全校第一 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他们都说我偷倦了 他们说我是二里砖神偷 我更内向了 直到 我爸妈给我报了一个 非常疯狂的英文培训 当时呢也是一个老师 当时的主题是passion 就是激情 我坐在第一排像你一样 有点害羞 老师走了看着我 苹果的英文怎么说 我看着老师 我说apple 老师看着我 I say passion 我说大王饶命 我说大王饶命 老师看着我 老师看着我说 孩子啊 看着老师的眼睛 我说大王饶命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 你也没有人记得你 拿着你的激情 可以改变人生 来 三二一 好 我看着老师 好的老师 老师看着我 Are you great 你棒棒 你棒棒 我看着老师 我说反胆子这个北北 棒棒棒 从那天开始 我就再也不害怕 说英文了朋友们 我爸每次带到我 看到外国人 我爸就会说富航 上 Yes sir 哪儿呢老外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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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淘汰了 那个时候 有很多那些年轻人 他们英文都非常好 但是你们不敢说 你的英文肯定也很好 但是你不敢说 我懂 因为你们一见到外国人 第一反应就是 就这样 What's your name 外国人因为你不够自信 故意装听不懂 看你sorry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经过培训的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我爸说富航 上 Yes sir 我刚才不敢说 你看着外国人 我刚才问他什么 问名字是吧 Easy easy 我问你名字是What 再看 你see you see are you明白 再看那外国人 旁边老大爷都疯了 哎呦哎 这小伙子太棒了 给外国人都聊懵了 宝贝你是非洲的吧 我说我是郊区的 在非洲长大 我说在中国长大 想去非洲 我说差不多可以了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们这些人呢 他说哎呀上一次问一个野门的 他说他是纯野门 当时 老大爷说孩子你太棒了 自古本地出少年 我说自古本地还出少女呢 哎 小伙子替大爷跟他翻译一下 问问他来这干什么 我说我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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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here Why 外国人说 I come here for fun 我说 fun Thank you I'm here 大爷说你太棒了 太喜欢你了孩子 再给他翻一下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我说差不多得了大爷 你想了解自己 当时我一直非常自信 直到我高考失利 那时候高考一出分 我啪一点254 我跟我爸说 爸我考254 我爸说太棒了儿子 其他科多少分 我说这就是总分 我爸说你妈得跟我离婚 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 朋友们 我说爸 我的人生结束了吗 我爸看着我说孩子 你才18岁 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 我眼泪刷就下来了 我说那您能够掏点钱 让我重新复读一年吗 我爸说不行 因为爸爸对你的爱结束了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等你妈跟我离婚了 你可以用这个房子结婚 当时我看着我说 那您等什么呢 我的人生完了 我爸说我在等你长大 找到一份工作 我说好 第一份工作 我找的就是一个 私人会所的BA 保安 对就是保安 当时 我就想 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 我高考失利了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非常痛苦 我到那去面试 那个兼职的保安 那个HR看着我 小伙子挺不错啊 刚考完是吧 考多少分啊 我说254 但我人生刚刚开始 非常好 孩子 你知道当保安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说什么 他看着我说 你有激情吗 当时我眼泪真下来 跟我现在一样 我看着他说 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 您说那是 不是 欢迎叶子回家 朋友们 激情感的玩笑 听懂 掌声 你们送给了我一场完美的眼图 希望你们大家开心一点 我感谢你们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富航 导演组太坏了 我在后面听 富航生育能力强 怎么安排的 所有人都说我是猴 其实挺酷的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 因为很多观众 真的把我当猴 我坐动车过来 有一个观众认识我 看着我 我就这么跟他玩了五分钟 我觉得这事就结束了 我坐那 过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他从哪过来 拿一根香蕉 真的 他就这样 包 包完了 吃 我说不吃 他说你飘了 凭什么长得像猴 就得爱吃香蕉 我不爱吃香蕉 每一次演出观众 都给我送好多香蕉 我每次都拿回 家里给我亲戚吃 他们现在都说 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 也正因此 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 直到我的风头 被我的rapper表弟全部抢走 rapper大家喜欢 我看见我姥姥 我说姥姥好 我表弟说 YOU RESPITE OG 我说你管我姥姥 叫我OG 她说 DANG BRO 你说 DANG BRO DANG 我说 你这样 她在干嘛呀 我不理解 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她 我姥姥就是 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 她拿一个红包给我表弟 我表弟 GIT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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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痛苦了 因为她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 但是她说 You can talk like me 我说No If I talk like you My mama就会give me a big嘴巴 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 我要当rapper 下一口进我嘴里的 不会是香蕉 是什么 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 我没跟任何人说 我就买了一张票 看了一张演出 我挤到最前面为了合群 上来的一个歌手 一过来 Yo 欢迎大家来的我party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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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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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买票 别太打了 他说Peace 然后他就开始炫富 他说不愿意给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 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 他这么开 三方的都翻了 我翻过 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 为什么 因为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上来说 我的钱花不完 底下观众 花不完 花不完 只有我一个人 给我点 凭什么 他开豪车 我看演出 我也是大专啊 我也是大专啊 他在台上 他说 我开法拉利 我说我也要 他说我穿镜头上衣 我说我也要 他说我吃镜头水果 我说不要 我再说一遍 我最恨香蕉 不要再给我香蕉 当时第二个rapper上来 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 他走的那种文艺范 real 就是真实狠 带点文艺 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要 我死了 不是刚才被枪打的 不是我吗 他后面三秒 说了一句话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 但是但是但是 要切开 但是但是 他又给了我生命 我又活了 这个rapper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后面有点太real了 先开始骂同行 你知道骂同行 我很乐意听 他不带任何指代 他后来骂了骂了 开始骂观众 我都站在那边 他说 我不愿意为了钱 给那些傻子表演 我说这里有我吗 我说那些傻瓜 都不知道我在说他 我说有我 我太生气了 我说你也太狠了 你怎么这么狠啊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 他线下演出 跟我的兄弟都是世仇 我永远不会像综艺低头 一上综艺节目 谢谢评论老师 给我的机会 我想和吴振宇老师 学普通话 当时我发现 风格太难找了 我还是先学动作吧 动作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上网看 有详细的教学 第一个 大家学啊 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 而且嘴里是都 别人不看你就搓 别人一看你快快搓 第二个动作是发钱 第三个动作是挡脸 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rapper 因为我做第一个动作 我一搓搓搓我发现我不干净 我搓出好多皮脂线分泌物 而且呢 我一这么搓搓搓 我就想这么搓搓搓 最恐怖的就是 每次搓都有 但是我一下就明白 后面两个动作 为什么连在一起了 观众说谁的泥呀 我说不是我啊 朋友们这不是我的泥 这是我的皮脂线分泌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工作 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 就是BJ的Junior College 就是北京的大专 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 对在网吧开机子 我也做过一个 世界500强企业的BA 然后就保安保安 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 今天要讲的是 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 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 什么 就是扮演假粉丝街机 有意思了朋友们 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 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 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 一次100机场集合 普通地铁几块钱 随便坐 机场快轨 25一趟 我没坐过 我第一次出站 一刷卡 光灯 扣我25 我说有黑客 人说孩子 就是25 我说你也被黑了 后来所有人告诉我 就是25 我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我意识到 回去 还有25 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虽然我的路费 已经达到了50 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 所以说这趟活 我只能花了55 只能挣45 但是我想 没关了 干 到那之后呢 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 发物料 发海报 先给你50 找艺人 签完字 结剩下的50 要求是越疯狂越好 我实在是喊不出来 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 我看上来 我说 我实在喊不出来 我左边有一个大姐 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 那个大姐 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 你这不得500 她说我是真粉丝 我说这个比不了 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 到那儿我说 哎 签个名可以吗 当时在机场 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 他伸手拦我 我说签个名可以吗 他 哎 我说 哎 无奸道 不结为垮 他说不是每个人 都能拿得到签名的 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 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 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 我说 娱乐圈太黑暗了 连假粉丝的钱都骗了 我要成真粉丝了 当时 直入这事之前 我说哎 签个名可以吗 非常礼貌 直入这事之后 我看着他 我说我要 下面 哥哥 所有人 碎壁三次 我左边那大姐 你别喊了 我说怎么了 我说瞅你像我婆婆 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定要要签名 我说签名 签名 没人拦我了 助理也不拦我了 因为只要再拦我 我直接就 五十 一人就给我签 拿过来签字 签完了给我 我拿过来一看 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还是要害我 还是要害我 倒是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 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说你 再签一个 一人蒙了 助理也蒙了 助理说你要一百五 黑之黑 我说我要一百五十五 这边 你说他给你签 你要咬人还是他吗 他签一半都说 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 我说差不多得了 五十的不含表演 想看完整表演 请开黄金会员 当时 我签名 他给我签 签完了之后 给我说你看行吗 我拿过来我给助理 我说你看行吗 助理说行就行 当时呢 我的工作结束了 我的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 那个大姐 说哎 打个招呼可以吗 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 他直接就往前走 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 但我没想到他说 好酷哦 我不行了 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 你这样吧 我拿一张海报 我说你别问为什么 直接拿这个海报 找助理领五十块钱 他说不 我想要这个海报 对我那时候年少 冲击太大了 冲击太大了 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 兄弟就劝我 说哎 干嘛这么大冲击呢 你以后干不干 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 都说你别不干 这活多好啊 就站明星旁边 什么都不用干 给点反应 实在不行 傻笑就行 还有钱拿 不干白不干 我想天天干 我说呀 有道理啊大哥 你怎么称呼 都说我叫颜鹤鞋 我一年没见着明星啊 哦不是明星 是少主 真的 我发现我的人设 做得太低了 跟那些人设高的 完全就不占便宜 人设高的 他理都不理你 你占了很多小时 你出去 你不理他 完了之后他觉得 啊好酷 我在剧场外边 要碰见我的观众 说何张颖 我说不方便 我的观众直接会说 你装你 你什么东西 也没观众 忘了要签名 我在上海演出 我上次来上海 观众说签个名 我说可以 他看着我说 比呢 我说我给你找 我找完给他 他给我签了一个 但是呢 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 我才发现 人设做得第一才好 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 首先第一 我的人设 没法塌房啊 我怎么塌 我都不是人 我怎么塌 我没得塌 我怎么塌 我学历造假 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 你是清华毕业的 你都得拿一个论文 人家觉得 也就这样吧 我不用了 我在演出北京 我说三十六等于 二分之一 你也大哥 牛 你学习了 我没关他呀 但是最近网上 的确说我要塌了 的确说我要塌了 他们开始传着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他们说 富豪塌房了 原因是 学信网查出 富豪的学历 竟然是本科 我不想澄清 人都让我澄清 我说不澄清 就这样吧 我也想进步啊 你见过他放我上咖的吗 那一年普通他放我 他学区吧 我呢 欢迎观众 什么都能包容我 我看其他人 你说要结婚 其他人都说 不要结婚 不要结婚 其他的观众 不要结婚 我演出都是试了一下 我说我可以结婚吗 第一观众 你可以结渣 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 当时 我就发现 我其实这个人事 还挺好的 没有什么负担 比较真实 但是我发现 也避不开 前两天接了一个活 甲方跟我说 要提供安保 我说如果 我演完初 还得穿制服 给你站岗 得加钱 他说不是 是给您提供安保 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 就会出现 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 保安保护保安 那保安也太坚持了 我就希望 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 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 觉得这个人是谁 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 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说副航 我不想当猴了 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 前两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 有一个大哥 他都离得我很远 好多人 他直接就 哈 我也不能不回应他 显得有点妆 我就 结果呢 他说来猴哥合影 咔 照张照片揣在兜里 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 你说老大爷看热闹 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 他们就这样 就这么 我也要合影 合张影 咔 照一张揣在兜里 你是六小灵童吗 我说我是母八派 小红须 他说嗨 以为你是谁呢 我说大爷 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 他说小伙子 因为呀 我有京都念慈安 密练穿背 琵琶膏 老字号 护嗓 指定型 我直入完了 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 我说好的大爷 演出正式开始 朋友们 我不想当猴子 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 我想高端起来 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 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 我是中午去的 我第一次去 手紧张都哆嗦 有一个服务员过来 大高个 西服鼻挺 特别帅 小伙子 先生 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 说一个送您一份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 就是法式小面包 还是炮阿炮阿炮 但是我没说 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 他说先生 您能说的是 梯梨酥 他说 梯梨酥 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 喜欢用道庄语句 头拿先生 您可以用英文点餐 我说我在日本 他说我的心怒我里我里的脚步 我说得 得脚步 我的心怒还是英文点餐吧 他说好的先生给你菜单 我拿过来我没有说三Q四 我说的是三Q四 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 四是美人 我说的是四 四是英人 好短四 服务员也懂我意思了 先生您在英国有朋友 我说对我家狗是科技 我说你点餐吧别说话了 当时拿过来我说英文点餐 easy easy叫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 我说哎呦waiter I want 诸语动词want不用加ED 因为是一般现在识 当时我说I want 服务员 我说this is this over 服务员 这什么过去 我一看吃住他了我不光想点餐我还想炫技 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 我说哎呦waiter wait I want more I want 我说富航人生只有一次 女儿也当一辈子的懦夫 还是一瞬间的英雄 哪怕只有一瞬间 我选择了后者 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 我说哎呦waiter I want Not only Balosa Z Z Z 总经他们动作里边的门道有多深 在布置之间展示了对过去代资是海参一般的理解 他明显没听懂他表情 但是没关系 服务员 我说在着在着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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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o many times 当时服务员 哎呀学不过来了太多代词了先生 我一看吃住他了 我太帅了 我说伊丽莎白狗点一根雪茄 不是雪茄雪茄 雪茄 雪茄是什么东西 点一根雪茄 好 当时服务员说好好好 他就把酒单收走了 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少 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 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 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着火 每一杯都着着火 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喝 我不知道 我一把把酒杯抄起来 我看上边那火焰 我说这个火焰 它有没有可能不烫 别笑我 那个也不烫 这没用 这是装饰品 有什么用 哎你这 没用哪假的 爸 当时我就拿那杯酒 服务员在远处看着 我说 喝呀 我说你们这帮上流人士 平常衣冠处处晚上都来这儿喝火 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 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出身微寒不是耻辱 能屈能伸 方为丈夫 你们不怕 我也不怕 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 我跟那里咚呢 旁边那些上流人士 就公仇交错了聊融资 ABCD轮聊聊 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 一转头 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 富航吞起火球了 那服务员 拿起吸管 是啊 就是有吸管 当时我就跟那 王侯将相 您有种乎 我跟干嘛 他拍一拍我 回头看见吸管 我说 something wrong 服务员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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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ing before 对不对 你都在里面那里有的 我看 但是我的过去 那是还可以把你理解 大服务员 这样的吸管 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 但是没关系朋友们 我能力挽狂澜 为什么 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 啊 我拿起来 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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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吸管英文啊 啊 刚说拿起吸管 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 吸杯子上面的火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吸火 我就拿嘴 一做做做 我发现 用吸管 不用 很疼 我用这种嘲嘲嘲 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枯焚了 我说别喝了 不要让别喝了 你没事吧 别在这自焚啊 你没事吧 我就太伤老君三昧真火 收不合我 我 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 给我设计的小陷阱 我不怕 再见 到门口了 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 非常的那个骄傲 那时候给他这种感觉 我什么都不 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我连法餐都不会吃 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 来证明我是人吧 对吧 我没别的可干了 我就开始上网搜 怎么区分人跟猴 我想天天给观众讲 网上只有七个字 能正确的使用火 我手机都下掉了 我手机掉地下 最开始我这么剪 后来我就这么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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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划论的都知道 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 有多深 朋友们别被洗脑 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 那我宁愿当猴 谢谢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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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的我是非常内敛 甚至爱欺负的 我一年前打车的时候 我坐在副驾驶 我想放屏了 睡会儿觉 那个司机一直放歌 我说师傅 能不能把歌关了 我想睡会儿觉 他看着我原话 他说不放歌我也睡觉 我说幽默 幽默 他没接话 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 直到我看到他 单手玩手机开车插队 我就想点他一下 我说师傅您真棒 单手玩的手机 还能开车插队 这次他说话了 他说这算什么 闭着眼睛也能插 你看我一把就进去了 我说是鬼门关嘛 我说人家要不让你呢 我一把又出来了 我就感觉阎王的底下看见我 下不下来啊 他就引起旁边车的路怒了 旁边车急了 怕狗们别住了 把车车放下来 指着副驾驶的我说 你要死啊小黑狗 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 他以为我在模仿他 他以为 他说的是 你要死啊小黑狗 然后我说 太急了 他把车面 关上把车 哼前面 下来 下来我整死你 下来 那司机看着我 先生您要下车吗 我说你是裁判啊 我死也不能下车呀 他走到车前面 下来 下来 当时他往过走 我说师傅 他过来了 师傅 他过来了 那司机 我师傅 他过来了 你把他打出去啊 你把他打出去啊 那个司机 路怒的就站在车头说 下来 他就一直骂我 把我兽性骂出来了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朋友们 我隔着车玻璃 就给他做衣 自己说下来 不下来 我砸你车 我说 哎 咋 我一看那司机 一把就出来了 直接就绕回他走了 当时我说师傅 你真厉害 他说小伙子 你也厉害 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啊 加个微信 以后有租车的活 记得找我 我说没问题 为什么心理素质好 就是因为我从小 就是一个差生 考试永远A B C D E F班 我永远在最差的F班考 每次我还特别天真的问同学 我说 咱们分班是按姓分的是吗 我同学说 F什么都别代表 方便灰心 F的意思就是废物 我说不是 差生也是有优点的 我们心理素质非常好 A班考试 A班的同学 90 95 90 70 想不开 我在F班 20 25 20 25 40 我爸请大家吃肯德基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怎么选择情绪 正常人 比如说你们 如果说 你们经常会混淆 主观意识跟大脑 其实他们俩是分开的 大脑是你的器官 每一次遇到什么事 都要问你 大脑经常过来 就是问正常的人啊 说同事都说你坏话 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 现在应该是悲伤 好 然后他给各个器官 开始打电话 就是滴滴滴滴滴 类腺吗 是类腺吗 类腺不在 等一会先给其他的打 好好好 滴滴滴滴滴 乳腺 是乳腺吗 是乳腺 腺在节节 滴滴滴滴滴 喂 甲状腺 腺在肿大 滴滴滴 喂 痴疮 保持原状 滴滴滴滴滴滴 泪线在了吗 泪线在了吗 在了在了在了 刚才睡着了 哭吗 哭吗 哭的话 身体就不会难过了 想想啊 主人哭不哭啊 你说 已经长大了 不能哭了 然后所有的情绪开始内化 疯狂地惩罚自己 我跟你们就完全不一样 我的大脑 每次都过来问我 主人 所有人都说你是废物 请问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 我说 本事 孩子 鼓掌 天家 拖马夫全全 南瓜站起来追火呢 小北把上衣脱了 好多野拖 南瓜别拖 南瓜穿 我的大脑跟我关系特别不好 我从来不问他意见 这也是我从小快乐的原因 我以前也是情绪的奴隶 直到我遇到我的人生导师 他是三年级的刘格 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 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天才 我看着一群同学围着他 就说刘哥 怎么 您是傻子 刘哥当时原封不懂说的话是 知道 我说有点东西 别人说刘哥你头发好臭啊 刘哥 我臭死你 我说有点东西 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他特别的开心 有什么问题我都问他 天文文学地理 物理化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都问他 有一次我冰棍掉地上了 不知道怎么才能吃 你们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 今天演出就来直了 天文文学物理化学地理 所有人解决不了 当时我看着刘哥 我说刘哥 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 刘哥看着我说 你不告诉别人你就能吃 我说有点东西啊 我看他上面站的沙子 我说这咋吃啊 但是上面有点沙子 刘哥看着我说 没事兄弟我帮你 他一把拿过来 缩了缩了 把沙子脆了 你吃吧 我说先生大意 以身入局胜天伴子 但还不如带着沙子呢 你真是咋的呀 我拿着那根冰棍 我说这咋吃啊 这咋吃啊 走到学校门口高年级看着我 冰棍给我吃 我说给你吃 他刚要伸手拿我一把就撤回来 我说算了 这个刘哥舔过了 你别吃了 我说哎 你人性还不错啊 以后有人欺负你跟我说 我说只有你 小时候生活条件 尤其是在学校里边 差生面对的更多 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坚韧 工作之后 所有那些骂我的话 我真不往心里去 听得懂的 我不生气 因为我都听 听得懂我练这么多年了 一年级的时候别人叫我 啊臭狗屎 第一次听到我就是 啊不要叫叫我 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这样啊 虽然有点狗血 不要叫叫我 真的这样 叫九年人说 啊臭狗屎 我说爷爷在此 我根本就不在乎朋友们 听不懂的我更不难过 因为我都听不懂 几年前有一个外国的领导 他看着我说 Billy I don't know who raise your up 这句话在脏话里边 英文里边 是比脏话还要脏 我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养大的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 他说I don't know who raise your up 我看着他我说 You raise me up 今年我才懂 这就是唯一一个 能伤害我的话 这就是传说之中那种 当时没听懂 突然懂的时候 我非常痛苦 一直想报仇 老天给我机会 前几个月 他要离开北京 请我们这些老员工吃饭 有的人给他送礼物 有的人说明天要开车 送他去机场 我说不用你开车了 我认识一个司机 好了朋友们 我开玩笑的 我没把那根舔过的冰棍 给高年级 我也没有把那个路怒的司机 推给老领导 因为我就想证明一件事 就是插声 也是有优点的 谢谢 什么氛围 这又不是悲剧之王 开心一点 刚才陆姐讲多好 对吧 我呢 其实台下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人给我发私信 很多人就说 富航 我上大专了 我该怎么办 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 我说兄弟 你的人生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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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前两天收到一条私信 他说 航哥 怎么去你的大学 他说 哎呀 做人类好累啊 永远要分一二三本 人还分三六九等 做动物就好了 不分阶级 没有烦恼 不是的 动物也有 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 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 上树摘椰子 摘完了放进马车里 农民驾马车 猴子扒马车 非常开心 就是 非常和谐的画面 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 过去谴责说 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 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 农民就道歉 农民蒙了 猴也蒙了 猴就 但是最蒙的 不是农民 也不是猴 是马车前面的马 马看着记者 农民说 对不起 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 马说 我 你 马 好 记者看到了 记者说 马惊了 快射杀他 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 连工作都是错的 连他被营救走 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 他跟猪抱怨跟牛抱怨 他说我不想上班 我就想天天过节 没有人不喜欢过节 猪举手 我怕过节 每次都少好多朋友 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 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烦恼 宠物狗有烦恼 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 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 大家都会觉得他们便宜 低端 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 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 那些绝育的名犬 见到它都会说 哎呀可怜的小串串 可悲的小串串 你好低级 你好low啊 你好便宜 你看我有主人 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 你有什么 我们家狗说 我有生育能力 他已经离开我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记得他 他就永远陪在我身边 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明白 为什么有的人类 第一次看到他就讨厌他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低级的串串 猴也有烦恼 大家老觉得猴没有烦恼 猴的烦恼没人懂 我懂 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 所有人都有烦恼 所有东西都有阶级 我也有烦恼 你们想得到吗 我的烦恼是 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 带来的容貌焦虑 你们想不到 年轻的时候 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忧郁男孩 对 那时候只要你 忧郁 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 90后都应该知道 当时我上网搜 忧郁男孩表白攻略 非常简单 你说你有罪你知道吗 女方说不知道 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 括号 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 我说有点东西 我看着我们女同学 我说你有罪你知道吗 她看着我说 我杀你爹了 你有病啊 你要学忧郁 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 流星花园里边的花泽泪 那才是忧郁美男子 我去看了 台湾偶像剧 花泽泪站在天台上 看着山菜说 喂 不要哭了 想哭的时候 你就倒立 那你眼泪 就不过流下来了 我懵了 我说太酷了 看到女同学又要哭 我也想说同样的话 一紧张说错了 我说喂 想哭的时候 我就翻跟斗 所有同学 我说那样 你眼泪就被甩干了 我只能看中文版 看不了其他的国文 因为泰版翻拍了流星花园 也是俊男靓女 非常帅气 我实在看不进去 非常帅气到天台上 花泽泪看着山菜 喂 我实在看不下去 你知道舔狗呢 就是犹豫 我到最后毕业之前 还没有表白 最后鼓足勇气 给他写了一首情诗 我说 给你写了一首诗 可以读给你听 向你表白吗 他看着我说 嘿 你别说啊 富豪你还真别说 我说你也喜欢我的文采 他说不是 我的意思是别说 我说啊 真心话大冒险 一转头操场就我一人 那时候的男孩 都是这样硬撑 我说那你 那你不喜欢我哪一边 他说我不太喜欢那种黑黑的 长得像猴的男孩 我说啊 谢谢你 祝你幸福 我当时哭了 我突然想起花泽泪 我一下就立起来了 我就想试试眼泪到底会不会流下来 你和我朋友们眼泪这么流下来 我跟那倒立呢 那女孩又走过来了 说啊 又耍猴 富豪 你应该考虑一下你长大以后靠什么生存 你学习这么差 难道你现在长大之后 还能靠每天在班里耍猴一样 逗别人笑生存吗 可以 可以 当时我以为他在拒绝我 叔叔之命运的齿轮 已经偷偷开始转动了 但是我内心还是特别难过 因为我失败了 我表白失败了 我就 太痛苦了 朋友看我太难过 带我去玩了一个类似剧本 杀的剧本 是角色扮演的 每人一个本 翻了才知自己什么角色 我一翻 舔狗A 我读那个剧本 每天给女主角写情诗 我说 哎呀 我看着个女主角眼泪下来 我说你知道吗 我是你的舔狗 那女孩看脸自己剧本 我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你 这就是真相 朋友们 我误了 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 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 舔狗的剧本里 舔狗才是主角 我再也不当舔狗了 以后别人一说 哎 富豪我给你分手吧 你长得像泥气 我就嘿嘿 你杀青了 在我的剧本里 杀青了 从那天开始 跟异性发微信 两分钟我会直接拉黑 我妈嚼了我三年 我表面装作坚强 我说哎呀 爱情嘛 算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内心里里边 容貌焦虑 还深深刻在我身上 有一次我在家里 太难过了 我哭了 我突然想起他说我黑 我就特别认真 我想看看我妈妈 会不会骗我 我说我妈 我黑嘛 我妈说儿子 你一点都不黑 你就是有点暗 我从连你也这么说 我就去地铁环线来回坐 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 我去男厕所 拿免费的卫生纸 我就跟着 过了一个女的清洁工大妈 小伙子 你要上吊啊 我说上不上吊 令说 你跟我为什么 会在这里相遇呢 这不是男厕所吗 男女受受不亲 你那个应该懂吧 他看着我 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 就是 我能当你奶奶 我什么没见过呀 你个小黑鸡崽子 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 小黑鸡崽子 真的当时容貌焦虑 你又触底反弹了朋友们 我突然发现 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 我只能自信起来 从那天开始我接受了 我就长这样 满脸斗坑 大鼻子一眼大一眼小 但没问题 我就是我 你觉得我长得帅 就是我给你的福利 我就是我 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 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 我穿上保安制服所有的同学看我 复航 我说yes sir 复航 我看着那个女同学 我说yes sir 好笑吧 她看着我说 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 我说what 不好意思女人 我可能爱上你了 她一下就笑了 她就 就跟没什么笑 她一笑 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 我说我会娶你的 她看着我 十多年过去了 时光荏苒 上一次我见到她 我还问她 我说你还记得吗 我跟你说这些 她说哎呀我早就不记得了 别恶心了 但是复航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早点回家 我在家里等你 在这儿我想非常认真地跟你说一句话 十多年了 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 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 你交换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管你出身学历家庭背景 只要你敢勇敢地做自己 就总有人会爱你 谢谢